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美国股市道琼创下了历史新高 收盘没有 但是盘中高点是创新高了 小道琼在期货的部分 一度是冲破了3万点 美股收盘纷纷收下了上影现代黑K棒 所以有点喜剧变悲剧的味道 台股今天下跌 最主要是因为美国周一的股市 出现创新高之后拉回 这个现行收得比较难看 所以再加上今天早盘的时候 美国期货盘是杀到盘下了 所以使得市场的借心增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加权值 开低收低 今天开低37点收跌45点 盘中还一度跌了105点 收在13,081点 那量也放出来到将近2500亿的成交总值 另外贵买跌得更重 大盘跌了0.35%的幅度 那中小型股票 尤其是一些高价股 跌幅都非常的大 贵买只整体跌幅是达到1.44% 跌了2.42大点 收在150.71点 量也很大 660亿的成交总值 那另外期指开高收低 开高4点 收跌55点 收在13071点 那成交口数是11万口 所以这个美国盘还是 攸关台股的走势了 那美国的盘市呢 现在目前的期货盘 在盘前则是出现了 收下引线的情况 也就是早盘台股在 今天正常交易时段 美国急过盘是杀到盘下 但现在目前三大旗子 纷纷都往上走高 显示美国似乎 也没有那么快要出现 比较明显的回档 虽然说最新一个交易 就美股周一受的现行 并不是太好看 现在目前的道琼指 是上涨170点 涨幅0.6% 纳指则是跌了124点 跌幅1% 所以科技股还是比较弱 这值得注意 标普指是小跌0.75点在平盘 所以感觉起来 似乎就是美国还是在涨一些 落后的补涨股 就是像刚刚前面一段 所讲的三大主轴 休闲娱乐的 先前跌很多的饭店 观光邮轮 银行股 包括另外就是能源股 这三大类是上涨的主轴 下跌就是科技股 就是尖崖股 涨多的这些股票 尤其是居家概念股 跌很多 台股今天排面上也是这样的味道 所以你看到原钢原展 杀到跌停板 可是长龙跟华航是拉到涨停板 台积电连电连发科都出现了拉回 或多或少不等的幅度 可是你要发现说 在上涨的股票上面 比较偏向就是说 在传产的龙头 包括金融的相关金控的 先前跌比较多的 都是今天盘面上相对比较强势的股票 所以这个主轴会不会下去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另外我们来观察亚洲股市 今天整体的行情 其实也蛮有这种同样的味道 日本股市今天是航空股标 日经指数今天上涨0.26%的幅度 收涨65点 收在24905点 是连续6个交易日走高 续创29年来的一个收盘的新高记录 那日本今天像是全日空 这个日本很大的一家航空公司 ANA股价大涨18% 可是你看到任天堂 而是跌了4.5% Sony也跌了3% 日本航空更夸张 股价涨了21% 日航的股价 那另外韩国股市也是一样 韩国金融也是航空股标 今天韩国航空股 像大韩航空的Korea Air Line 大涨了11.24% 旅游业者的股票也是大涨10%左右 很多的旅行社也好 旅游业的相关股票 也都7% 8%这样的上涨 可是下跌的股票就先前 韩国涨多的这些股票 今天也是出现了走低的状况 像是南韩路口网站的龙头 那个Never 它的股价是中跌了5%了 所以亚洲股市今天的走势 颇有这个雷同的味道 又跟随着美国盘在走这种味道 另外香港今天也是 你看到腾讯 这些股票都出现了明显的拉回 但再走高的是什么 走高就是我们昨天 礼拜一听完大哥这个直播里面 我跟各位讲的像是李嘉诚的股票 这个长江 长江实业 113的长石 这个大涨了7% 这些呢 电能实业 这个这些所谓的 先前都没涨到的这些蓝筹股 纷纷都出现了走高的态势 但腾讯就出现了很明显的拉回 所以这个也就是很明显的 科技股在跌 但是呢 先前跌多了这些传染股在涨 那这个会是 本波段的一个主轴吗 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变得很难操作 因为先前大家操作的节奏都乱了 对不对 要叫你去买这些股票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去买 就是说你去买什么国内经济富邦经 统一 像今天涨的台数四宝 你会去买这些股票吗 你会去买中钢吗 那还是说你还是要去死守这些科技股呢 就变成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学问 那今天呢 也蛮多营收公布出来 大致把重要的公司跟田友朋友报告 像是台积电 10月营收是1193亿 月减6.5% 前10个月营收是破灶了 那单看前10个月 台积电营收是不错 但10月出现营收月减 是不是台积电的高峰已过呢 那另外联发科的10月营收304亿 持续维持在高档 那前10月的状况也非常好 这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营收记录了 好那但今天联发科的股价 仍然是这个出现了重跌的状况 跌了16块 今天是跌破了700收686 另外台积电今天跌也不轻 跌了7块半 收451块 好所以你看营收不错 好但是呢 股价也都出现拉回 好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该去追逐 我们今天讲说像美国 现在目前还是稻穷涨 好但科技股拉回 好感觉起来这个趋势 好像是变成美国人 现在目前大家认同的一个趋势了 是这样吗 好我们赶快来请教 这个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洪世泽分析师 默老师你好 默兄大家好 好今天盘面上这个 股市的一个资金流动 非常的明显 这个主轴在做单日的转换 但我不知道是一个趋势跟方向 还是它是一个单日航行短线 这个可能要请教您的意见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看几档 这个下跌的股票 像是刚刚讲台积电下跌 今天跌幅是1.64% 那另外联电今天也跌了 2.5%的幅度 这都是台股这一阵子以来很重要 这个把大盘撑上13000点 创历史新高的重要股票 联发科跌了2.28%的幅度 另外像是郁金光 今天大跌了3% 然后创意昨天很强 今天也被拉回0.85%的幅度 同志也是这一波的当红榨子 其跌了2.6% 另外高价股也跌得很重 像翔硕 今年跌了5%多 锐域今年跌了3%多 星象跌了6%多 这些都是这一个波段相对 这个强势 而且是今年上涨主轴的一些股票 可是今天纷纷拉回 那涨什么呢 涨那些传产股 就是过去大家觉得 你不会去看的股票 比如说今天台数化大涨5% 国泰金涨2% 台数的涨了3.8% 南亚涨了1.4%的幅度 已经在台数四宝里面涨算少的 富邦金也涨2% 台化涨了3%多 中信金涨了2.4%的幅度 统一涨了1.6%的幅度 你可以看到像第一金也涨了快2% 统一超涨了1%多 所以洪老师我请教你 资金会轮动到这些股票上 变成是一个趋势吗 还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单列的行情而已 最主要今天的一个重点 还是在于 因为这个美国的菲瑞 跟这个德国的BNT 他昨天因为宣布 他们联手研发的一个新冠的疫苗 他的疫苗的有效率达到90%以上 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市场有很多的分析 包含这个疫苗 他未来的保存的一个困难度 以及他这个临床数据呢 还是要在追踪 或是呢 未来能够生产多少的一个产量 够不够应付全球的一个需求等等 这些呢 都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呢 这些股票呢 已经率先了在反映 但对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呢 应该是要观察整个呢 今天因为是只有是第一天 所以呢 未来还是要观察市场资金的一个结构 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改变 这比呢 这要在分析呢 现在目前的一个疫苗来得比较有意义了 首先呢 今天呢 因为这个消息啊 影响比较大了 当然就是过去 因为疫情受惠的防疫 或者是灾经纪的概念股 不论呢 是之前大涨的 像南地或者是身风 或是呢 口罩股的像巨龙 或者是很大 甚至呢 低档投薪呢 一路的一个买操的 世纪三流的泰博 以及呢 非常多的一个远距离相关的股票 过去呢 孟华兄有问过我的 像原展和原钢等等 今天呢 都无一幸免的出现了重挫 市场的解读 当然非常的简单 只要解药出来的话 就不需要再防疫 这样呢 这些股票呢 到底能不能逢低的进场呢 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 毕竟呢 这些族群呢 已经涨了一整年 累积的一个筹码 相对的就比较凌乱了 那至于呢 基本上呢 过去没有涨到的 这个 因为疫情受害的股票 其实呢 最近呢 因为这个消息 反弹的话 其实它也是比较有健康的一个 轮动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我们从指数的一个观察来看 那指数呢 昨天才跳空 突破了7月28号 13,031点以来的 这个三个月的区间盘森区 所以技术面呢 来看的话 这个缺口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技术面的突破缺口 只要这个缺口呢 没有马上回补的话 未来指数呢 还是会朝缺口的多方的一个方向来行走 现在呢 这个五日线呢 也还是持续的向上 短线呢 当然连涨了六天 短线的乖离过大 那回修正呢 乖离也是非常正常的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 香港跟大陆股市收盘的情况 港股今天是能 还能收涨了 不过基本上港股今天也是出现了盘中压低 这个很明显要压回平盘的位置 是尾盘再往上拉 恒生指数今天涨了285点 涨幅是1.1%的幅度 入股上证指数今天是收跌的 跌幅0.4% 那另外 深层呢 今天是 同样收跌1%的幅度 那台币今天是收扁了 扁了这个3.1分 收在28.86的汇价 人民币连日升值 今天还是继续升 人民币汇价已经见到了6.60 6.6098的一个位置 今天 现在目前是升了191点 升值的幅度有0.3% 感觉起来人民币这波的升值非常的强 持续的在 创新高的情况 那今天虽然说 目前的现行是收了个 比较明显的下影线 但是感觉起来还是资金持续会往这个人民币流动的味道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台股 入股港股 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毕竟资金还是往这方面去流动 不过也值得比较注意的就是说 在美股昨天出现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行结构之外 美国的10年期跟30年期 这个长天期的国债值率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扬 比如说10年期的国债值率从0.8一下升到0.95 显见这个债市也有抛售的压力 如果说这个值率持续的往上走高 恐怕对后面的股市也会形成双压的情况 好那至于说台股的话 现阶段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资金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该往什么样的族群股票去思考 我们继续请教洪老师 洪老师您的看法呢 如果大家有在看法的听众朋友会发现 最近有一些低级期的股票 开始出现了连续性的一个上涨 像10月底我跟大家提醒的 AMD推出的市场公认最强的一个显卡 当然我们有特别说到要注意负责代理AMD这款显示卡的代理商 6150的汉讯 这三天都是连续的大涨分出 从此听众的朋友如果有跟我们一起进场的 应该获利都有超过三成左右 那这个6150的汉讯 我是在10月底股价在大涨以前 就公开的分析看好它的原因 包含大户的筹码跟这个产业的转机的条件 现在股价从过去默默无闻到现在 大家风猛就是一直在抢买 另外一档就是在最近大家抢买的 也是过去我跟大家提醒的 公司派买在155块 受惠中国货卡强制的安装防撞系统的 政策的2231的维生 基本上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这档股票呢 我帮大家追踪了快一个月 最近也是强势的上涨 今天已经突破了到200块了 有专刀的听众朋友也恭喜大家 刚刚我提到这两档股票 大家都可以发现的是 离过去历史高点的也都是还非常的远 但公司因为具备了转机的一个条件 所以大户的一个资金低档进驻了 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一发动 基本上你只能一直的追高 就像6150的汉迅一样 过去你不买的话 你就只能买在今天 当你买到的时候成本跟我们预计 市场的大户已经差了三成以上 所以很明显的 现在的市场的资金呢 会开始聚焦在股价处在长线低位阶的 但未来具备转机的一个公司 很多人都喜欢操作低基级的一个股票 因为比较安全 但股价会处在低基级 也表示过去公司的营运没有亮点 不然指数都在创历史新高了 股价没有涨一定是基本面有问题 要是你选错的话呢 挑到一档呢 产业没有转机的股票 那买低基级的股票 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就像过去呢 半年呢 如果你买像鸿海啦 或者是宏达店的人呢 可以说是错失了一个整个多头的行情 那市场上面呢 低基级的股票非常的多 要如何挑有转机的 才是呢 未来布局的一个重点 我们举例来说呢 昨天呢 我们最近有买件新的像 3545的敦泰 或者是3588的一个通家呢 就符合这样的一个题材 像3545的一个敦泰 已经呢 具备了转机性 目前呢 公司开发说呢 已经确定了 它的产品 触控与驱动整合的IC 要涨价之外 第三季的季报呢 获利也非常的亮眼 其中呢 市场比较不知道的 就是公司呢 10月单月的获利呢 也会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在市场还没有完全了解 公司基本面以前 当然此股就能够继续的获利续报 重点是大户的筹码也没有松动 过去几个月呢 敦泰呢 几乎也没有涨到 那比如说3588的一个通态 这是iPhone12呢 不再随机呢 附证了充电器 就引爆了这个Type-C 快充充电器的一个买器 尤其是呢 这个20瓦快充的IC呢 大缺货 那过去呢 像3588的通价 股价最高来到270块 目前呢 股价只剩下40几块 之前也是几乎没有涨到 好不容易的公司出现了这个营收 持续的在成长 新产品呢 也送给了高通来认证了 一旦呢 通过了认证呢 这股价会有 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而且呢 背后又是呢 台积电的这个乎爸爸在加持 那另外呢 过去我们一路追踪的像 5425的一个台办 这个投信的筹码也没有松动 明年呢 要跟联电的合作呢 抢供车用的一个 MOSFI 股价也是呢 低档呢 刚刚的转强 像这样的一个公司呢 因为过去都还没有涨到呢 筹码也比较安定 那筹码安定的话呢 股价就比较不容易 受到断线的一个震荡下跌 好 所以IC设计 我们也是选一些 就是说要刚起涨的就对了 对对对 好 那像联永啊 瑞玉啊 这些已经涨 涨了真的很多了 那今年都已经涨幅非常大了 那最近也都出现拉回您的看法呢 因为这些都是传统的 GEO的IC设计股 那当然他的一个股价就没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跟随着这个业绩 其实他的一个本益比呢 目前来看的话都是 还是还有股价呢 都相对的是比较高档的一个位置 所以要短线上面 转到他的一个价差呢 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好 那此外 除了一些设计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题材 我们可以去注意的呢 像这个 过去呢 我们提到的这样系统店啊 5309的系统店 他也是车用打入了TESTA 那之前 在大涨以前呢 我就提醒大家 公司的一个CP的转换价是在35块 当时呢 跌到35块的时候 我也在这个节目 特别的请大家来留意 后来股价一路向上大涨 创新高到49.4元 在这个系统店呢 我们波段大赚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新布局的一档股票 最近呢 这家公司开发说 提到新产品 正式的打入了 美国电动车的供应链 虽然呢 公司说是美系的电动车大厂 但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家 目前呢 这家公司正式打入了TESTA 在上海厂的一个供应链 独家的一个供应 充电装用的一个充电线 预计呢 明年第一季开始量产 所以之前 公司在汽车这一个区块呢 营收占比呢 不到1% 如果呢 打入了 正式打入了TESTA的一个供应链 营收的占比可以提升到 10到15% 又是呢 一档市场呢 没有人知道 这个新的汽车电子的转机股 那提前呢 我们看好 这个汽车电子的一个产业 股价大部分呢 都呈现了 都是呢 长线低机期 加上如果它有转机性的话 就符合现在我说的 这个选股的一个逻辑 之前公开介绍给大家的像 2231的维生 还有5309的系统电 最近呢 都接连了一个大涨 在大涨之后呢 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 这档市场呢 还没有人知道 打入TESTA 新供应链的这家公司呢 未来公司呢 有新的一个成长力道 而且呢 具备新的一个转机 转机呢 欢迎听众朋友 一起跟上 那当然要先买好 之后呢 业绩出现成长的时候呢 那股价已经率先的上涨了 那当然好股票就是要先买好 股市涨先机就是要带你先买 别人还不知道的一个标股 想知道 想买的 今天 欢迎了大家打电话进来 趁今天大盘拉回了 明天进场买好买满 好 今天投信买超在上柜的股票 包括旺系加帮 红素 还有系统店 刚刚有提到双红 信仓店 原相 怡顶 黄田 六角 这都是买超前十名的榜上个股 那外资在上柜买超前十名是 齐邦 世界 精彩 胡联 原相 威刚 明安 合金 国统 汉讯 刚刚也多有提到相关的公司 非常谢谢红士德分析室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 在我们节目现场 同时我们也有直播 来的是中诸头顾的总经理 陈俊杰 陈总 Jack在我们节目现场 陈总你好 木华兄你好 各位观众 听众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今天好不容易陈总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力腰很久 最主要来跟我们谈一下 整个市场 现在目前的氛围了 因为 这个美国股市 昨天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到由最落后的 居然可以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盘中一度涨到了 将近快三万点 但是创高之后拉回 拉回的幅度也蛮大的 那今天台股也出现了 比较大的一个资金的挪移了 这等一下我们请陈总 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从中诸头顾的看法 就是全世界 即将进入到后裔时代 当然讲这个话 可能太早一点 辉瑞的这个疫苗 看起来是有效的 但要普及 要整个疫苗都吃打之后 会不会病毒又出现变异 等等 很多变数 但至少我们也看到一线希望了 那进入到这个 有疫苗的这个时代之后 全世界经济 包括我们投资的重点方向 是什么 这等一下我们一并来请教 陈总 另外就是说 其实中诸集团 这几年来多角化进行发展 我看很多元 是当然 从这个最老本业的租赁 到现在这个太阳能电厂 也做的是下下轿 对不对 应该来讲说 这个太阳能电厂部分 应该是台湾最大了 对不对 最大的民营业者了 对对对 我看那个瓦数非常高 那另外现在也做投雇 也做了智慧的投资平台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陈总 也会跟我们来介绍 好那陈总 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吧 就是说 现在目前这个市场 上下起伏的非常厉害 美股你看 哇 昨天真的是一个 所谓的 可以讲说是一个 这个敲敲板的 或者我们讲说 整个像是那个 Lolar Coast的 对 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在这样的行情下面 怎么样投资人 可以去适应他呢 其实我们面对这种 不确定的因子里面 今年其实对投资的本身 就是一个相当刺激 跟精彩的一年 因为从年初 COVID-19一直到年底 现在还有二次疫情 对 那现在下半年又遇到 美国大选 所以这很多的 不确定因素 其实形成了投资者 对这个不确定的 不安定感 这不安定感 通常都会造成投资者 在投资行为上的一个 错误判断 最高杀地就很容易 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波动 其实我们认为应该用长 比较长节的角度去看 去看这个波动度 所以其实应该要寻求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投资工具 来应用这些的变化 会比较好 那像以前我们现在目前在分析 用大数据去分析 或者一些投资团队的经验值的判断 因而生的这些自然理财 其实对于这种短期的波动出的影响 它是可以避免投资者产生一些 不正确的投资判断 降低这个风险 所以客户这些困境的话 能够让投资者能够提高他的成功率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市场的波动 因为你很难预期 你看辉瑞昨天说可以到达九成 其实没有人预期到 所以这种其实我们不用去猜测 这个市场上给你的不安定感 反而应该比较长期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应用一些帮助你的金融投资工具 然后达成客户这些人性的弱点 能够稳定的获得长期的投资的报酬 其实是应该提供给投资者 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好 就是投资其实是一个蛮难的功课 这个应该涉及到人性的考验 比如说你今天看好某档股票 或看好某档基金 你给他买下去了 结果突然又遇到一个大的变化 那你又怀疑你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对了 因为你又看到你对账单是赔钱的 所以你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停损掉 结果你一停损了之后 它又涨上去了 那股票上往往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您今年以来到底投资绩效如何 你会发现你好像赚了又吐回去 吐回去了你又赚了 好像有点是跟你的运气有关 你的运气好的时候你就赚了 但是你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这段操作不顺你又赔了 那赚赚赔赔赔赔赔赚赚赚 整个年下来算一算 好像是打平甚至小亏 也没赚到钱 那你日复一日日年复一年 这样子下去 其实你的理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率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常讲说 如何去累积到足够的退休金 或者说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财富增长 可能我们要有一套更有效率的做法 对不然的话 永远追逐盘面上面的这种 所谓指标股 或者说你永远在那边停利停损 停来停去 停到最后你可能还是一场空 所以说一般来讲会 您会建议的话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其实市场波动很不确定 经常发生 所以这如果我们没有个维持个理性的 有时候会遇到这些波动 会容易慌了 所以投资觉的时候就会慌掉 对 所以其实以今年度 其实我们认为说要避免这个 能够降低这个所谓的困境 那你必须有一个纪律上的投资 那纪律上的投资 其实AI自然理财的这个工具 其实可以帮助投资者 克服这些困难 所以如果以今年去看的话 其实以AI自然理财 今年在看整个市场 是非常好的实验 因为今年度你很少看到 整年度从年初到年尾 整个波动都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推移 所以这个实践的体验 其实对于这里才是一个 非常好的验证的方式 分享一下说 今年其实我们中处wise go 三月份疫情开始 二月份开始 其实这波疫情 以我们身为投雇业界去看的话 其实非常关注客户的资产 变化的影响 那当初我们这一套 中处wise go的时候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积极跟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资产 DWS的资产管理公司去沟通 认为说是否我们要采取再平衡 因为我们这一套里面 是每一季都平衡一次 一四七十十月都是平衡一次再平衡 那当时大数据分析给我们看 看法是什么 这是个短期现象 在三月份短期现象 所以照着原先的投资方向去进行就好了 所以不用紧张 跌这么多他也是这样跟 他说因为为什么 他是一次到位的下跌 而且很快速的 所以依照我们在讨论中百元理 其实很快他应该会缓弹上来 而且很快速的 所以我们就在三月份其实就很清楚的 写个mail告诉投资者 现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过度反应 应该按着原先的投资步调 去做布局就好了 所以到四月份我们真正的rebalance 其实在这一套Wiseco里面 他给我们两个方向 是因为很奇特 他告诉我们必须增加 所谓的股票型基金的持股 而且降低债券型基金的持股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 在平时告诉我们 必须加强波动度的选择 就刚才讲的三月份急杀下来 这种有中百元理 他很快就会反弹 所以这时候他必须采取 认为说疫情其实 慢慢的人家会 人类会找出一个解决之道 所以这时候他有波动度的影响 会造就一个中百元理上去 所以四月份我们就 这两个方向 加深加强在股票型基金的持股 减低债券的部分 然后又把波动度进去做选择 所以到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平安的时候 其实今天要告诉我们 又加重股票型基金的比重 七月还在加码 在加码股票型基金 又降低占业基金金 所以我们整个波段 到四月到九月这一波段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三月份大跌到四月初 我相信很多投资者 还是不敢加码 而且不敢去买股票 股票型基金的部分 可是我们那时候的 措施行情 对可是我们决策是 要选择波动度 所以你们在四月份 第一个反弹波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进场 加码股票了 对而且当时我们四月份 又调整持股 又改变持股 不但没减码 反而加码 对所以加重这种 股票型基金的比重 所以整个 现在回头去看 是证明这一套的 赠争理财 宗族YSCO 这一套 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宗族YSCO 这套智能理财 应该强调它是一个AI 对不对 就不用人为判断了 我们完全是交给 智能 智能理财 智能判断 是吗 它是一个大数据的判断 分两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它是大数据 一个是AI 一个叫HI 其实大数据就抓这些 整个index的指数进来 做分析研究 很多指数 所以这有一套精细的一个理论基础 在德国DWS去做分析 一言理 同时我们 它又背后有一个900位的分析师 会把坐落在30国家全球 把这些因子都丢回德国 做AI跟HI融合去做分析 其实对于 所以它有AI大数据 也有人的判断在里面 所以它这个是 判断是700位分析 900位 900位分析师 所以是在分身到35国家 所以这时候它的分析会更仔细 而反映更仔细 面向也很大 很广 对 所以它是非常精细一个 AI的一个智能理财 所以为什么说在 今年度的从年初一直到现在 它的4月份 4月份的调整持股 变换持股 增加持股 跟增加波动度的选择 到9月份 7月份又再增加持股 股票型基金 甚至到我们最近的10月份 其实它又开始做 不同面向的一个选择 又改变了 其实这个就在整套逻辑理论之下 就产生精细的分析 那中租投顾是怎么去引进这套 这个DWS的系统呢 其实我们当初在 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 懂跟不懂的人 能够进来我们中租基金平台里面 去应用 这些平台上的一个交流功能 或资讯的交流 那我们一直想要克服投资者 那种纪律性的投资 其实一个人的投资理财 最终要长期延伸下来的时候 产生那个获利的差异 最重要是纪律 所以像这种 还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有一个策略 而不是那个水波逐流 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能够 给你一个大数据分析 很精细的分析 告诉你 而且克服这些人性弱点 其实帮助你是一个很长期的 所以当初我们就是 去跟德国在洽谈这些合作的时候 经过很严谨的一个 像我们有拜访 拜访他 那又想到 他本身后面有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好 那至于说 这个DWS这一套WISE GO 现在目前 中株的绩效到底如何 这等一下我们请总进来告诉我们 我想应该是 颇为不错的一个绩效展现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中株投雇的陈总经理 陈俊杰 陈总在我们节目现场 刚刚陈总把中株投雇最新 从德国引进DWS的这一套 人工智能 AI大数据加上 HI大数据 这个人工智能 就刚刚如果有听我们上一段 都知道说 这个AI大数据 有把很多的指数 很多的资料灌进去 做数据的分析之外 他还有在全世界900位分析师 大家及时广益的一些 这个对市场的看法 再把这些变数因子 全部丢进去 哇我想这个电脑 一定要很大的一个 server去跑 对不对 很大的一个 这个电脑去跑出来 这些数据 然后跑出来 给你的答案是 告诉你 这个今年三月的大跌 你不要动 不要紧张 果然现在市场 也验证了这件事情 这当然 现在讲讲有点 好像事后诸葛 可是在当下 你想看 这个report给你了 你会不会去遵守 那又另外回事了 对不对 人性的考验 巴菲特说 他这一辈子 也只看过一次熔断 没想到 我这一个礼拜 看了四次熔断 吓到吓死了 对不对 怎么会相信report呢 但是你如果相信report 你现在目前的绩效 就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等一下 请陈总告诉我们 整个WISEGO的 一个绩效情况 是 其实我们WISEGO 是从去年4月8号 上线以来 应该这样算起来 超过了一年半 一年半 经过长时间考验 对 长时间考验 所以到 截至到10月31号 整个中族WISEGO的 这一年来 一年半来 提供投资人 100%的赠保酬 百分之百 对 一倍 百分之百 不是一倍 是百分之百的赠保酬 百分之百赚钱 对 百分之百 不是一倍 所以其实最 我们因为的风险系数 有1到7级 1到7级 所以其实 所以把投资人 分成不同的级 对 我们有19个模组 有7个风险系数 19个模组 19个模组 所以在整个成立以来 其实从最低 1就是最低的 那个就是风险系数 最低的 最保守的 对 最保守到最 风险最高的 差不多我们 差不多10.86 到32.37% 所以其实 最保守也有10% 10% 1年半的时间 所以这个在 DWS这一套的资人理财 我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相信 系统上的判断 因为这个AI加HII的判断里面 今年度从3月份 4月份的增持 股票行进 7月份的增值 到我们最近10月份 其实我们又把波动度降低 因为我们已经整 波动度已经 已经有达成效果了 所以这部分其实在 参与Wiseco投资者 其实都还蛮满满意 他的预期的目标了 好 那丁宏宏如果您看直播 你可以看到 陈总带来这个板子上面 就是所谓的1到7级的风险评级 下面他一年以来的投报率 对不对 一年半 一年半 从那4月8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第7级 就是风险级数最高的 这个将近三成了一年 那如果说成立以来的话 是32% 那如果说是第一级的 就是最保守的 他一年的报酬率有5.66% 然后呢成立以来是10.86% 其实都很明显的 就是超越这个定存也好 超越大盘也好 我看这个完全是击败大盘 对不对 但投资的内容是什么 投资的这个组合是什么 其实就是基金 基金池 所以我们 整个基金池去挑选出来的 基金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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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为什么刚才 木华兄主持人所讲的 如果你在 我们最近十六分刚rebalance 所以只要在 官方文师把 加注中租基金平台 加一的时候 我们会把部分的 这些持股告诉你 你可以比较 说自人理财 自人理财挑选的这些基因 跟我自己买卖基金 有没有match 可以做比较参考 好 刚刚陈总有讲一个 Hokang 就是他会开放部分 这个给会员的 对不对 给赚 给这次在粉丝团里面 我知道 之前你们这些资讯 都是给这个会员 对会员而已 对 只给会员 会员才知道说 我们这一季 大概rebalance 我要做什么样投资组合的 是的没错 比重是多少 对不对 对 那现在也开放给我们听众朋友了 对 怎么开放给听众朋友呢 就是你现在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 698粉丝团上面留言 中租基金平台加一 中租平台基金加一 那这个陈总刚刚讲说 部分的这个投资组合 就告诉大家 对 给他分享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 你可以去对照一下 你现在如果你是投资的基金的 这个组合情况是什么 我相信这一比较之下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哇 这个中租投雇的portfolio 跟你的portfolio有什么差别 对 如果match 代表你也是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是不定这个人脑也不输电脑 不过讲实在的长期 这个人脑跟电脑比 基本上我觉得 长期而言 其实电脑的这个 我觉得他的耐久性 是比较高的 因为人脑总是会疲累 那现在目前的 这个服务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大概有哪些等级 您刚讲说模组很多 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模组呢 其实因为 每个投资人的目的 跟需求是不一样 那每一个人 所能够承受的风险系数也不同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 级数分到七级的风险 然后七级又分 分下去就十九模组 那你比这个 基金的五级风险分的还多 还多 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需求目的真的是不一样 风险系数考量不 所以我们 为什么把它做那么精细 就是希望能够普及到大众去 那七个风险等级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到底是哪一个风险等级 其实你只要上我们的 宗族YSGO 他就有一些问卷 机器人 对机器人帮你服务 然后问卷就问完之后 他就会提供一个最佳 专属于你自己的 投资者自己的一个 投资模组 跟投资表弟 所以上你们的网页 我们可以就浏览到这些资讯 都可以 宗族投资的网页 好那您刚讲有十几个模组 对不对 19个 这些模组它有什么特色呢 因为这些就是因应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 就是说风险系数不一样 以及投资目的不一样 所以它分出来 你的投资标的 这些标的比重就不一样 像这个投资组合 在一般富人的投资组合里面 去看 他们最低风险一定有 最高风险也会有 所以它是个投资组合的概念 这个19模组 就在这些投资组合 做一个精细上的分野 所以这会产生 每个需求所产生 你的预期目标值就不一样 原来是这样 好那大体上你们都会给 一季度都会给多少 党的基金的建议呢 所以我们每一个 然后比重大概是如何呢 其实我们19模组里面 大部分每一个模组 都有9到10党 所以9到10党基金 那我19个模组 我都可以去看了 没办法 他只是专属你的模组 OK 所以你进去分析完之后 就给你一个模组 就给我一个模组 一个风险等级就对了 对风险等级 然后看到你自己的 所谓投资模组里面的 投资标的 以这个方式 所以这很精细在我们 为什么精细 我们以3万块去看而已 3万块一个投资模组 配9到10党 我们最低可以配到1% 也就是说300块买一档基金 可以这样子 对是非常精细的 3万块钱的这个投资的 这本金 对 然后最低可以配到1% 那买到300块钱买到一档基金 这样子会有效率吗 其实因为它是个投资的概念 对 投资的概念 其实我们在看整体的报酬 对 那投资概念是说 其实在风险系数里面 所看到 低风险系数跟高风险系数的 分散这个投资模组里面 所产生的效率 所以有balance的效果 了解 对 所以说在这个6到5到7档基金 有可能他 他一档基金占你整个投资 投资总金额的比重很低 对 有些会很高 有些很高 对 因为你的风险系数不一样 对 就看他跑出来数据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 差不多9到10档 9到10档 9到10档 给这个 给我们参与者的建议就对了 对 那大概 当然 我想您刚刚讲说 低到1% 可能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没有没有 真的 真的会低到1% 我们最低 我们最低在这一年半来 最低曾经配到0.5 150块 一档基金 对 150块 哦 那那那其他的几档基金比重就很高了 有对 有些就很高 所以为什么4月份 他加重在股票型基金 当时这股票型基金的比重就拉得很高 OK 哦 所以如果说 你去看到4月份到现在 呃 加在股票型基金 对不对 是对的 那你要不要透露一下 那现在目前的比重是多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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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因为这是 这个只要上网去留言就对了 对上网去留言 不给大家这个权 上网去留言 我们告诉你 部分的一个持股 让你可以比较 好好好 好那呃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跟DWS合作呢 这个什么样的因缘呢 呃 其实我们呃 一进来这个投物业界的时候 我们基金平台建立的时候 就需要让 呃 解决这个纪律上投资的问题 嗯 所以当初其实我们搜寻了很多 不管台湾日本欧洲的 欧美的 德国人做事也比较严谨 对 他们非常严谨 那呃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试用 使用的话怎么开始 哦 哦其实你只要拿起你的手机 搜寻中株WISEGO WISEGO 进入页面